心脏病急救案例 时间 2018年9月9重阳节 地点 河北省邯郸市区州县 在岸心人士举办的传统文化饺子宴上 由邯郸市原始点爱好者一起参加 取义务给民众做原始点条例 当时我正在给人按推 胡亭有人大喊 这里有人不行了 快点打120吧 我赶紧跑了过去 看见一位老太太 被几个人扶着头 头低垂着 一点反应都没有 看她面无表情 断定是新个 便先按推上背部 当我的手触碰到她的脖子时 吓了一跳 因为她的脖子已经凉了 当时就想 反正人已经不行了 我已经按了 只能接着按下去 听天由命吧 按完上背部 再按头部 大概50秒的时间 老太太就醒过来了 然后又为了老太太一些姜汤 再接着急于外热员温敷 她情况就越来越好了 事后了解到老太太已经80岁高龄 有心脏病逝 现在还健在 原始点太好了 感恩张医师伟大创举 和无私奉献